呱呱呱 影片開始前可以幫我留個言啦 按讚外加小鈴鐺喔 這樣可以幫助我增加一點點的撲廣度 謝謝 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 喔不 今天是我們的打電話給youtuber的朋友 冷笑大挑戰你的計畫 常常常在不明交易我電話的youtuber朋友們 在聽我的冷笑話之後 會不會有哪些人反應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玩玩玩 雪兔雪兔玩給你 好幾個冷笑話給你 可以說不要嗎 不行你必須說要 這是強制性的 如果 如果我說不要的話 是不是就直接結束了 以上就是打電話給youtuber朋友 講冷笑話的去話啦 沒有我就要一直每天打給你說 雪兔講冷笑話 雪兔講冷笑話 那你可不可以每天 下午兩點的時候打電話叫我起來 FBI OPEN UP 好你說你說我聽我聽 那第一個 有一天有個佛陀他就去開店了 那他就開你的店 那他的店會叫什麼名字 呃 呃 葡萄店嗎 不是 是Photoshop 因為Photoshop Shit 他還會玩那個英文結音梗 好冷喔 他到底在偷的啊 蛤 這是哪一個 哪個網站寫的那個冷笑話 我找了很久欸 我找了很久欸 這個很好笑欸 笑到不行 好爛欸 好第二個第二個 就是有一天有一個大金魚跟小金魚 然後大金魚就說 啊小金魚小金魚 你知道我們金魚的記憶只有3秒鐘嗎 然後小金魚就說真的假的 然後大金魚就說什麼真的假的 欸 欸 那他怎麼記得 記得3秒鐘這件事情了 欸 小金魚知道他就說真的假的 然後大金魚就聽到 就只有聽到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忘記他前面問什麼 他說蛤 什麼真的假的 他應該連自己是誰都要忘記才對啊 3秒也太短了吧 那就只有這麼短嘛 好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小怪有笑 所以你要加油 好 第三個就是 不對不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笑是要加油 這不該啊 這是你的笑話要加油吧 第三個就很好笑 就是有一天有個機車騎士啊 就騎車騎一騎了 他就跌倒了 然後他會變成什麼 機車騎士騎一騎跌倒了 變野豬騎士啊 因為沒有機車了 不是 他會變種族騎士 啊 種族喔 好像嗎 欸這個他能馬上反應過來 其實也很強欸 那是我跟他講的 他講龍騎士 所以應該是其實根本就沒有 沒有反應過來這個種族騎士 他就在那裡講說龍騎士嗎 我說什麼龍騎士種族騎士 然後他就說靠腰白痴喔 種族 不對啊 也有可能不是族啊 也有可能是 欸手族也是族啊 不行他就一定要種族了 不行他就一定要種族了 他一定是要腳種起來 手不能種起來 他一定是腳受傷 絕對是腳受傷 絕對是腳受傷 對絕對是腳受傷 以上就是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我的頻道 我們到你們咯 我們還有什麼 可以分享給我的嗎 快點分享吧 掰掰